所以今天你来到底想干嘛 让他不要在恋爱期间 给到我一个婚姻婚遇的压力 这会影响消耗掉我们恋爱的感情 也许他就是这么一说 不 他说了好多次了 说了好多次只是一种情绪 或者叫情感的表达 他们家里人很重视我了已经 可能在我看来也是想太多了 我想主要想让他表一下太 就是对订婚的态度问题 你看看 我就很难表态 我觉得恋爱你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男朋友 但是你要跟我说去他人生另一个阶段 一个是我没有做好准备 第二个我认为你也没有做好准备 是有这个想法和规划的对吧 有 但是如果姑娘说就是太着急了 我现在没有办法定下来 你会强迫他定吗 不会 对呀 那不就是一个情绪 我希望他能把那种态度表明了 能够让我坚定的往前走 对吧 而不是让我有点犹豫不决 所以你要的是态度并不是事实吗 你看我理解的是没错的吗 所以我说你当真了吗 老师们怎么看待这一段关系啊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圈 一个自己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的人跑到别人的公司和自己女朋友要坐一个椅子 这里到底有什么可爱的地方 你明明连自己的一份工作都没有 然后说如果我是老板的话我应该怎么怎么样 连你女朋友喜欢什么工作都不知道 然后非要跟他说你的事业上升的通道在什么地方 他不是在取悦你 他这种情况叫自我心讨好 取悦是为你着想 就是你要什么 你缺什么 我给你买个什么 自我心讨好是都跟自己有关的 我觉得你不开心了 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陪你去玩 我觉得我做的饭特别合你的胃口 他说的所有的话都带一个我字 这是自我心讨好 他是自私的一处 这是一个典型的孩子的表达方式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 是一个家长被一个孩子要影响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我们一个家长要对孩子进行管理 还是去放纵他 听他的管理 如果你一再听他的管理 到最后你就是被羁绊住 所以你得好好地想一想 你现在对他那感情究竟是对孩子的浇灌之心 还是真正恋人之间的感情 至于你就一件事 现在把你丢到一个城市里面 没有亲人 没有朋友 你能不能活下来 如果你能活下来 我们再来讲未来的人生通路的事情 否则的话 你还是尊重一下别人吧 就是这样 教育孩子一定要讲究方法 12岁到18岁的孩子 给他看这十本书 他会越来越棒 他会放下手机 不再拖延 不再叛逆 结果超出你的想象 第一本 你不努力 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第二本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 第三本 余生很贵 请勿浪费 第四本 别再吃苦的年纪选择安逸 第五本 你的努力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 第六本 别在该动脑子的时候动感情 第七本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第八本 再见了吧 拖延症 第九本 别让生活耗尽你的美好 给孩子一个机会吧 你的礼物 让孩子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 第二本 对 对 对 最后一通 ify Liber 不